瑞穗香公所为了宣导乡镇业务 尤其是原名相关措施 从狱中开始巡回全乡各部落协会文件站 办理座谈会 总共将办理12场次 由于这是瑞穗香有史以来 第一次以部落为主的宣导 部落族人都踊跃到场参加 乡长陈敬光看成效不错 表示不排除每年定期来举办 部落巡回整领宣导 瑞穗香公所原名客源 不仅图文并茂 更是国语阿美族语双声带的来进行宣导说明 让参加的部落族人很有感 那如果有任何的疑问 麻烦你们打到香公所887-421-176 我们就说找阿密 或是说问瓦斯图住的问题 我们就会来把电话送给我 若是江公所首都以部落为主来办理的政令宣导座谈会 从5月中旬开始巡回全乡各个部落协会文件站 而共同关注讨论的议题 从原住民族政令规范 相关福利措施 到土地文化等民族权益等等 巨细迷移 乡长陈敬光希望借此 让部落族人明了 公所乡政业务的执行推动 也能尽应付确保并维护部落族人自身的权益 让我们所有部落的族人了解 现在政府在做哪些 我们工作做了哪些 未来我们要做哪些 那这一次最主要的重点就是 我们5月8号的联合封严季 然后我们房舍的那个修建的部分 从5月开始一直升级到6月份 然后他们就可以去评比 而受到地理环境及部落分布的影响 部落较为集中如瑞穗、赫刚、富元等地 就联合办一场 有些大部落就分开三场来办理 由于是华语跟阿美族语双声带的宣导座谈 没有语言隔阂 乡公所的政令宣导 与部落传达新声 都能场通无阻 场场爆满 成效不错 乡长曾经光也乐见其成 未来也不排除每年定期来办理 记者时遇人 瑞穗采访报道